因為畢竟走過年輕那一段 有時候也會玩也玩膩了 像歷人也會體會 根本不會出去玩 很少交際 越來越窄 你就根本沒有機會認識 生活圈很小 根本沒有機會認識好的 或者連男生都很早認識了 對啊 這是現在的問題 那會不會擔心說那怎麼辦 就覺得好像懶得談戀愛 然後從頭開始 然後說 你好嗎 就是你會發現年輕越長 越來越懶得一眼 就是大家工作都很累 男女之間的談戀愛一開始 誰不是在演 對 那個套路是一定要 那個套路一定要經歷過的 對 今天好嗎 就是欣欣懶得玩這些 你知道嗎 我永遠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男生約我出去吃飯 我跟他不熟 然後我覺得那可能就是一個 date 那我真的很想 我們去的餐廳還不錯 我想說橘色我很喜歡啊 我想享受一下 我正要吃 然後就開始問我問題 我每一次正要就吃東西 就這樣 然後就 他就開始問 然後我就覺得 他說問什麼樣的問題 你是不是現在讓人很冷 他就說 那你家有兄弟姐妹嗎 那我就覺得有啊 一個弟弟 那你那個 你平常工作沒事的時候 會想要做什麼 我就說我都做啦 就是看電視啊 讀書啊 念小說啊 跟朋友出去繼續參 然後就每一次我要吃都 他會把這個活肉吃啊 太熟了 我每一次要吃東西 他就要問個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到底什麼時候 我要放進去再講 還是突然完再講 就整個就覺得好累 因為觀眾朋友的話就是 你有食物在嘴巴也可以講 就沒關係嘛 就好啊 或者是就是很輕鬆 所以我就會就是 想到去影院會 就覺得有一點累 而且我不會做 還要比較端莊 不能像平常這樣子 我還可以這樣子你知道 這樣子頭個背做一下 所以就會覺得懶 所以就會覺得懶